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自負通的市場脈搏 有很多家長都會為子女生悉心安排 幫他們安排很多不同的補習課程等等 今天就和相關的人士說說香港的補習文化 雖然你好 肥子 你好 其實現在說到補習 大家都不陌生 可能從小到大都有參加過很多不同的補習 以前那些就叫功課輔導 現在發展到譬如有補習社 或是一些教學中心 中間最大的改變或分別是甚麼 其實最主要是需求不同了 好像說功課輔導班 其實現在仍然有 因為功課輔導班 可以幫助小朋友解決的問題 會比較即時些些 好像每一天放學 他們會上課 老師會幫助他做當日的功課 還有幫助他溫定一些未來兩天會有的 考試 所以看到他們幫助學生解決的問題 會是即時性少少的 但因為隨著現在的香港的教育 其實家長都明白到 有時解決即時的問題 就未必是最好 所以他們都會想幫助小朋友 去額外再報讀一些不同的學習中心 有中文、有英文、有數學 而在這些學習中心 學到的東西 他們都希望可以影響比較深遠 其實現在是否也會有很多的家長 會幫助小朋友去報讀一些補習班 或者去教學中心 還有是否在這方面都挺願意去花錢 其實也是的 好像我們中心這樣 暫時在香港有超過30間中心 再度學生的人數都超過12000人 花費方面就因人而異 始終好像我們這樣 由小時候三歲的學生 到考DEC的學生 我們都會有 要看他們本身的需求 好像比較小的小朋友 他可能真的當興趣班這樣學 一個星期一至兩課都足夠 可能一些比較大一點 接下來要考公開考試 比較緊張 一個星期可能會補多些課 也不出奇 所以你說如果真的要有一個銀碼的話 就八百至二千多 Zoey 其實補習班 會否成為學生的一個必需品 和平時上學 我都很專心地上學 留心聽書 一些普通的課堂 和到教學中心 想一些補習班又有甚麼不同 其實我想絕大部份的學生 現在都有去報讀一些不同的補習班 首先可能他自己本身有需求 亦有一些是因為周邊的媽媽們有所影響 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 越來越多可能媽媽群組 他們自己會有些群組 甚至在不同的社交媒體 他們會看到一些相關的資訊 所以他們都會緊張小朋友的學業 都會想幫他報讀一些不同的過程 你說和日常學校的課堂有甚麼分別呢 因為其實都知道 在學校上課 一個老師對二三十個小朋友 其實都絕對理解 老師是不可能每一位小朋友 都很清楚學習進度或需求 甚至是他不認識一個課題 他為甚麼不認識呢 其實是比較難堅固到每一位學生 所以在這個時候 學習中心就可以填補到這個空缺 就像我們學習中心一樣 其實每個學生進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要求他做一份學前評估 透過他的評估結果 老師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他在學科中每一個課題不同的表現 加上老師會和家長溝通 和小朋友也會作出溝通 他會知道小朋友不懂一個課題的原因 是純粹不小心 還是因為真的不明白 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更加針對性地幫助小朋友 聽你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人人都需要補習 即每一位學生都應該有一個需求 其實當他們要去選擇的時候 怎樣選擇合適自己的教學中心 去補習班好 還是私人補習會比較好呢 其實我想需要補習就真的 看回小朋友和家長的需求 但有一件事也很有趣 其實現在普遍家長的學歷水平 比起幾年前或十年前 其實都一定有所提高 可能很多人會問 為何家長不自己補習 我想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一 家長很多時候 未必想影響他和小朋友的關係 因為始終在教的時候 小不免有時會有動氣的情況 所以其實家長可能會 可能會讓小朋友出去 讓其他老師去教 另一件事比較重要 其實家長不是說 他不懂得做那一條數學 或者不懂那個課題 而是他懂得 但他未必知道怎樣教 是最好的 以及怎樣可以令小朋友 真正明白背後的概念 所以我們都建議 讓專家教他比較好 至於你說師父和我們學習中心 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當然師父的老師 可以兼顧學生的科目比較多 可能一次過可以補中經數 甚至更多的課題 但始終是學習中心 可能是一些比較大型的學習中心 其實他們的教學質素 會比較有保證 因為像我們這樣 其實每一位日老師 去教導教學生之前 我們會有一個全體訓 以及教材方面 始終我們有個教材簿 是長期幫助著 會不會有甚麼教材上的更新 其實質素那裡 比較會有保證 市場都是說一個供求關係 雖然說到需求很大 但我知道供應都很多 這一行的競爭性都不少 你們教學中心用甚麼方法 去接觸到目的學習 你說在商品建築 或是我們有一些新課 或是新推廣 想把這些資訊帶給家長的時候 當然一些比較傳統的宣傳方法 例如電視、雜誌 甚至一些戶外廣告、巴士廣告 這些我們都會做 但因為隨著科技發展 現在當然在網上市場市場 我們都需要投放資源 說到社交媒體 例如Facebook 或是搜尋引擎 Google 這些我們當然全面都要做 但其實剛才所說的幾件事 都只能做到 把這個訊息帶給家長 我剛才說過 我們有大約一萬個學生 這萬多個學生 我們過半年都會因為 家長推介朋友進來就讀 所以其實 言語言是一個很強大的 市場方法 所以我們都一直提醒自己 亦都提醒同事們 其實最重要是做好自己的部分 無論是在教育方面 我們總部層面 可能是在培訓 或是在教材方面 其實最重要做得好 家長看到他們自然 就會向身邊的朋友們 媽媽們去推介 經營者就要好好了解 客戶的需求 家長也要好好了解 子女的需求 因應他們的需要 找一些適合的補習課程給他們 還有一次 多謝蘇姨今天的分享